早晨各位,今天是5月12日 都是用宏觀角度和大家看看外圍的情況 以致是港股的情況和展望下港股 接下來會怎樣走的 我想如果你從近日的資金情況 大家都可能會找到一些啟示的 在今天的分享之前也要提到大家 今天的分享純粹是市場資訊 並不是投資建議 大家在做任何投資決定的時候 都要考慮自身的情況 以及徵詢你的投資顧問 好,那頭盔戴完了 我想我們進正題 由什麼開始看起呢? 平時也跟大家從美國開始看起 今天我們由人民幣的匯價走勢開始看起 這個就不是近期的圖 這個其實你看看是比較長線一點的 18年開始到現在 這裡是18年 再之前17年 再之前16年 其實大家看到 在1919年的時候也曾經去過七算的位置 人民幣的圖怎麼看呢? 記住人民幣有幾款的 這個就是離岸人民幣CNH 還要是期貨 記住了 所以這個就可能跟大家看 可能銀行的數位為什麼不同 都有一些的分別在 人民幣有CNH 有CNY 通常我們看離岸人民幣 離岸人民幣更加反映到市場的需求 就是比較不同 大家知道 人民幣並非自由兌換 所以呢 他跟其他的外幣有一點點不同 但是也有些啟示 看到中國近日的資金外流 也不是近日 其實那個資金外流的情況 其實也嚴重的 應該說在近月 我們看到就看回一些數據 IIF的數據 或者金融協會的數據 看到 即使一些新興市場 是錄得資金的淨流入 但是中國看到資金淨流出 很簡單 2月份外資行證賣出的國債 就是2014年以來最大規模 3月份 外資投資股市 那個流出的資金 也是一個紀錄新高 4月份這個資金外流的狀況 仍然持續 大家知道 在昨晚 香港的港匯 港元匯價 到了7.85的水平 7.85是甚麼意思 就是藥方對換保證 因為我們有聯繫戶率 在一個聯繫戶率的情況之下 當港元匯價碰到7.85 金管局就要接錢 承接港元的沽盤 其實 為甚麼要估港元 就是資金離開 通常我們會這樣理解 就是說 在中港股市 我們都看到 資金流出的情況 這個也是 為甚麼我之前一些的片段 都叫大家 對於那個後市 一定要審慎 就是這樣的原因 所以 這個情況仍然持續 因為 始終外圍 都是 處於一個加息的狀態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大家 其實仍然要繼續 小心一些整體大市的狀況 好 繼續 看看 如果你說大市 看看美股 美股又如何 標普5 或指數 穿了底 其實你看到 這個支持位 4100點 的水平 明顯失手了 你失手了這些位 也挺麻煩的 要不就要看 下一個位 大約 3800點的水平 看看可不可以撐得住 要不就 頸線往上量度 其實都是 幾百點的水平 幾百點 就是你還有10%左右的空間 現在標普5下指數 不是恒指 所以 由金融中國指數 更加麻煩 金融中國指數 明顯是一個向下趨勢 即是說中概股 下降通道很明顯 我不間尺來都畫到 這樣子的背景之下 整體的大市 真是 極之不樂觀 還有一件事 我希望大家都留意 中國你說是不是真的缺水 其實就不是 因為如果參考一些數據 七天期 字壓式的回購 加權平均利率 其實是跌到一堆五四 即是說你的流動性 是多到滿到寫的 銀行體裏面有很多錢 問題是他們為什麼放不出來呢 銀行也要考慮自己的風險 如果胡亂這樣放貸 無形中會增加了 自己資產質素的下降的問題 所以就這個情況就很難 要持續下去 會比較麻煩 因為對於當局來說 投鼠記起 你放水嗎 其實一來沒需要 二來你大幅放水 你只會導致資產價格爆了上去 第三有機會出現一些產能過剩的狀況 不放水了 或者什麼都不做了 那你又可以如何呢 你又可以怎樣去應對經濟呢 因為現在大家都看到內地的經濟 面臨一個很大的挑戰 這些是之前的片段也只是看過 也跟大家去講過 所以呢 有這些憂慮的背景之下 無論是港股也好 或者是 美股也好 那麼其實一些的股份其實他們很難是走得太高的 大家如果你的投資組合入面 有一個比較 比較重磅一點的股份 比較高的股份 那你真的要認真考慮一下 撿一撿你的倉 宏觀角度我們就看到這裡先 我們下個星期 再跟大家 簡短的 去講一下 即是早上講一下 宏觀角度如何去看回整體的大市的情況 那麼大家也要繼續留意我們的影片